有句俗话说得好,50岁儿之天命,如今冯小刚已是世界级的导演,他的许多电影都是经典作品,除此之外,他还凭借自己主演的电影《老炮》而赢得金马甲,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人,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荣誉,现如今他已经59岁了, 他曾坦率地说,他这一生中有三次遗憾,遗憾一,出轨前妻冯小刚在和徐帆结婚之前,那时冯小刚一如所有,颜值也不高,不过他的前妻张帝很出名,尽管如此,他依然深爱着他,张帝的父母非常反对两人在一起,但两人都选择了把生理煮成熟饭,冯小刚最终娶了张帝,在大萨版拍摄期间,冯小刚与徐帆两人因弃生情, 导致冯小刚和他的前妻离婚,张帝选择了和冯小刚和平离婚,没有一哭二冒三上吊,到目前为止,张帝还是单身,没有再婚,遗憾二,没能和徐帆生孩子,冯小刚和徐帆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,徐帆通常把称冯小刚为哥哥,但多年来两人一直没有自私, 甚至有媒体报道说,徐帆是不孕不孕的,据了解,冯小刚患有严重的白电风,他和他的前妻的女儿,患有先天性吐唇,他们两个都害怕孩子有先天性遗传疾病,所以他们选择不生孩子,之后,两人收养了一个女儿,这对女儿来说,似乎是一个幸运的开始,遗憾三,捧红了王宝强一直很受欢迎的王宝强, 最初被大家所熟知,是因为出演冯小刚指导的《天下无贼》,冯小刚当初拍摄《天下无贼》的时候,选择做群演的王宝强,扮演了傻根的角色,在农村,傻根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大傻瓜的意思,王宝强走红之后,村里的人一直称他为傻根,他的母亲听到之后非常伤心,并常常流泪,冯小刚也了解到,他也后悔一部电影把傻根捧红了,如果他一开始没有选择王宝强, 他可能过着平凡的生活,不会经历后来空间上的变化。